旋转,所以这里的话呢,我再把它切到东南等角 然后这一块我先倒过来处理好了,先处理右边的 这个地方要做旋转,所以旋转 然后把这个,因为连击过了,连击过点一下也可以 连击过的话 直接就是这样,点它一下就好,点一下,按空白键 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找一个基准点,任一个基准点都可以 然后呢,找到我要的轴,这个轴 然后让它怎么样呢 从这个零度的,然后翻到90度,直接转个90度就可以 虚线一定要出现,点一下 然后呢,再把它怎么样呢,从这边搬到,所以3D移动 选这个,空白键 从它的这个终点,移到这一个的终点,这样就可以了 那会有2D线残留,到时候再把一并把它清掉 接下来另外一边 所以另外一边的话,我建议是把它转到,你按Shift键按住 把它这样转过来 记得它们现在是分家,对不对 所以一样连击 把这几个,一并把它这样做连击 不过特别之后,记得不要选到别人家的东西 所以把它Shift键按住,把它这样 然后把这些,也把它通通 连击一下 这时候就连击,连击之后的话,要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往上 要搬多少 往上 往上,因为 上下刚好要 已经它本身20嘛 那它的高度,这个是高度52 所以 52减掉20 剩下32 32一半嘛 因为它放一半 32除以 2的话是 16嘛 这个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上面都有啦 我是照那个 照这个16 所以Enter之后,就放在这个位置 OK 就是因为它 这个加减 OK,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完成了这一部分 其他部分呢,再来就是处理圆角部分 我们再切换到东南灯角 这个里面还有其他图就比较麻烦 如果你2D你觉得 这个看起来很暗眼的话 建议各位怎样 可以把这个2D一样 先把它 做连击 然后呢,你就怎样把它移动开 移开来 有没有,那这2D的部分就 就把它删掉,这样就不会2D干扰 2D 这个我想 那最后的话,再做圆角 这地方圆角部分呢 我们来看圆角 那做圆角建议是 可以先切换到那个 2D线架构 会比较清楚 因为圆角